四季以後 就納入著這個伊斯蘭的團體 然後對於很多當初的這些教徒要去朝聖 有很多的不方便 所以他們就 認為應該要收穆這個聖地 然後當初的這個天主教的教廷 有聽到這樣的聲音 然後就發動這個號召要去收穆這個聖地 那當然這裡面也包括了這個東正教和天主教之間的一個 一個之間的一個對立 那另外當然就是教廷的號召也很成功 他們這一點不知道是不是跟這個伊斯蘭教學習 就是你在戰場上對抗異教徒聖戰殉道可以升天 在十二經之前基督教有這樣的信仰 這也是可以去討論的 那我們之前 要不然我們回到上一個方法 因為伊斯蘭教的吉哈德的意思是很廣義的 他是說包括任何形式為真主之道而混鬥 不一定是從事這個武力性的聖戰而殉道 你可以傳教也是吉哈德 然後努力研究經典 研究神學也是吉哈德 然後從事宗教靈修也是吉哈德 對 所以當然因為吉哈德經常稱為政治靈修的一個 從事這個武力擴張的一個口號 所以大家想到吉哈德會認為那是一種武力性聖戰 不過在原來這個伊斯蘭教育裡面 聖戰是有好多種不同層次的意思 然後當然第五就是西歐社會的一個 當作歐洲社會其實相對伊斯蘭的世界是比較貧困的 比較缺乏資源的 所以他們對於東方文明有相當程度的向往 所以有人說其實十字經理去說是一個 一個爭奪勝利的一個軍事行動 倒不如說是參訪勝利的自助旅行團 這其實我不是開玩笑 因為最後幾次的事情根本幾乎沒打戰 根本沒打 就是隊友開到那邊去過 然後發覺故事也沒有那麼快 然後我們也可以去朝聖 然後大家就可以何必相處 所以最後幾次的十字經理就不了了之 那當然教廷也沒有成功的征服了這個聖地 就是收穫了這個聖地 那後來的這個整個歐洲基督教文明跟伊斯蘭文明的互動跟交往 就是以一種比較和平的方式來進行 那我想因為那個部分 涉及到中世紀的一些歷史 我就不詳細講 那新的一波仇恨就是出現在近代 西方開始變強 我們就是剛剛那個1500年那個帝國開始 西方五米有了劇烈的改變 然後對許多穆斯林來講 近代西方的殖民主義就是十日軍的一個延伸 但是實際上無論我們對於這個近代的歐洲的歷史有所了解 可能這個看法當然也是片面的看 因為這時候的歐洲五米已經不再是以基督教作為一個神權的體制 已經開始經過宗教改革以後已經實行了政教分離的政策 所以這時候西方的殖民主義的力量比較多是經濟跟政治的 一種動機遠大於宗教上的動機 但是也不可否認得 比如說以我們比較熟悉的這個東亞的這個歷史 包括中國的歷史來看 近代的那個西方殖民主義對東亞世界的侵略 在經濟跟政治的侵略完成的時候 教會的力量也是進來的 所以這些力量 那宗教的力量跟政治經濟的力量糾纏不清 所以使得許多的東方民主還是對基督教會有很深刻的一個歷史 就認為他們是跟殖民主義的力量一起進來的 那當然穆斯林世界因為他們宗教性格特別強 他們更會用這種角度來看 認為這是一種西方殖民主義是一種新的十字軍 然後同樣是以這個政治力量為後盾 來傳播這個宗教性 那也因為這樣的一個反抗 所以在當時的這個歐洲十九世紀的殖民主義到二十世紀初期 等於是西方殖民的力量最強勢的時候 基督教開始在東方世界有很多的信仰 但是獨獨就是伊斯蘭世界 就是傳教的績效最不好的一個地區 上次有提到的 不知道是什麼 他們就是很堅信自己的宗教信仰 然後對基督教充滿了疑義 跟亞洲其他的這個國家多多少少還是有很多的這個民眾 信伊斯蘭 不是信基督教不太一樣 當然台灣並不是比例並不是很高 我想我們每年 我看台灣基督教的這個教族的統計 都是看當道教會的資料 所以你們應該比我更清楚 你們對基督教天主教更個宗派的統計 數字比政府的數字還精確 是不是 所以你們應該知道台灣有多少比例的基督教 台灣人 百分之五是天主教加基督教才有百分之五 對啊 對 那光是基督教 光是基督教 那就一半是不是 2.5 3 可能是3嘛 3 對 像韓國都百分之三十喔 應該是 新教是三成 新教三成 那天頂教也是 對 所以 所以亞洲唯一的一個 他的人口有半數以上是基督宗教的 只有韓國 其他國家還是不多 那多多少少好都有一些 那聽說中國大陸現在也多了 可是伊斯蘭教基督室 幾乎是沒有任何改變 任何改變 所以這是一個還蠻 蠻特殊的一個現象 從我們純粹從 宗教學的角度來看是一個很奇特的現象 就是伊斯蘭教的這個信仰好像很難逆轉 要不然我們前面先三段 我們看到同學那個 每次都講同學 上課上席 各位 這個教友 各位聽眾有沒有 有沒有什麼問題啊 對於前面歷史跟教育的這個部分有沒有什麼問題 近代問題我想待會 對 如果大家有訊息再談 如果大家對於這個部分還有一些問題 想要深入了解 我可以先在這邊打住 我們先就這三節 來做一些問題 對 老師問一下 那個第三叫個聖地的曼教 那個耶路撒冷對他們來教你的地位是什麼 對 第三個聖地耶路撒冷 第一聖地賣家 第二聖地賣地 第三聖地耶路撒冷 你的問題 這個問題不錯 也是很有宗教慧根的問題 你是來一個學校的 海大P 海大P 可以轉考政大宗教所 我 我想這個只用慢慢來 進去 好 什麼戲啊 歷史戲 歷史戲 歷史啊 歷史啊 歷史 歷史 歷史應該比較少念到歷史 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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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在《古蘭經》有一段故事講說 《古蘭經》的《天啟》都是天使加百列來傳達的 但是其中有一次是那個真主請穆罕默德到天上去聽天啟 就請那個加百列接引這個穆罕默德到那個天上去 然後到天上之前 他先從邁迦回到那個耶路撒冷 回到耶路撒冷 然後再從耶路撒冷的這個 應該就是這個地方 我想我們各位有宗教會跟的各位應該都知道這是什麼地方 來看看這個地方 我們後面還有幾張圖 再看一下 古蘭經喔 再看一下就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這個什麼地方 這是什麼地方嗎 枯牆 而且耶路撒冷的什麼 什麼地方 枯牆 枯牆嘛 枯牆是猶太教的啊 這裡面有沒有 這裡面有沒有任何一棟建築物紀錄教 這一棟是什麼 清真寺 對 清真寺 就是相傳 不反莫德就是在這邊降落 然後從這邊在升天的 然後這個啊 這個應該是教堂 公正教堂 就是那個 這個教堂好像就是那個 那個耶穌受難的那個教堂 應該是 對 反正就這個地方範圍不大 可是三個宗教最神聖的地方都在這邊 那這座清真寺現在它已經就是當作古蹟了 因為它歷史很久遠 你是一千三百多年的 從公演六百多年就幹了 為了紀念這個木聖在這邊升天 可是木聖的升天它還有在下來 它並不是就從此就沒有下來 它就是接受了一些天氣 然後又再下去 到人間再繼續彭仰伊斯蘭教 那件事情發生在那個 大概是它去麥蒂娜之前一兩年 所以這個耶路撒冷當然也是一個聖地 它的重要性不如麥家麥蒂娜 可是穆斯林還是認為它是第三聖地 那當然對猶太人來講是第一聖地 那我不知道對基督徒來講 這個地方的意義是什麼 是不是世俗化 是不是世俗化 有誰有去過啊 有沒有人有法律的感覺 各位給我描述一下 我自己都還沒去 我只能看著底下 我去我都覺得我自己會陷入這些地步 學術的陷入這些 學者就是就不太全神 很多研究可是沒有好像沒有特別去 宗教性感沒有放那麼多 有沒有哪一位去過啊 沒有 人在都沒有去過 包括那個 穆斯也沒有去過 還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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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沒有 還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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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那個穆斯林 如果他的國家不是很呼籲的話 他們要去朝聖朝進 也是要慢慢去從頭裡會 我之前去馬來西亞一個很泥島的地方 很鄉下的地方去拜訪他們的清真寺 我問他們當地清真寺的教養說 你有沒有沒有去朝經過 他們也是在頭前 還沒擠 因為他們穆斯林 國家等於是 這些清真寺的那個教長 他們是叫教長 就是國家的公務員 他就領固定薪水 大概也不用那麼辛苦去要跟信同物 他們國家就會給他們一點薪水 可是 如果國家的那個財政也不是那麼呼籲的話 那公務員的薪水也不會很高 所以他們要收到 旅費 聽說好像 一個禮拜的那個朝進 好像台幣是十幾萬塊 要花到十幾萬塊 其實也不是很那種 但是對於那個經濟條件沒有那麼好的 這些國家的那個生殖人員其實是要存很久的 有趣的 這個是什麼地方 太基瑪哈里 太基瑪哈里 這個是不是也像清真寺 其實這個更像是他們的另外一種建築 這個是一個很大很大的聖墓 靈墓建築 但是他們的建築方式也都跟清真寺看起來像 都是這種原理 是不是還有旁邊有建築 那實際上那是安葬的印度的一個穆斯林的 那個國王的那個皇后 皇后葬在這邊 那其實這一種建築是那個 伊斯蘭教師跟當初的這個 拜占帝的東正教 那個建築功德式的文化 比較屬於拜占帝式的文化 跟後來的哥德斯跟那個都不一樣 巴洛克斯的新來建築 比較屬於中世紀初期的拜占帝的建築 然後台灣有五座大清真寺 然後一座是公運室的那種聚會的場所 我們可以依序來看一下 這個就是台北清真大事 然後它裡面做了一半 拍了幾張照片 就是說他們做完禮拜之後 同樣的就是要聽教堂講道 就是有布道 所以你看他們都沒有什麼那個形象 然後就上面寫了阿拉這個字 用阿波文 牆壁也都沒有任何裝飾 很簡單 聽說基督教有一些東派的那個教堂 也是這樣子 都盡量不要有任何裝飾跟繪畫或凋養畫的狀況 這邊就是阿 沒有啦 這個我想這個地方算是那個嗎 這個地方可以做禮拜 隔壁 隔壁也是這樣 好 待會我去看一看 但關於 然後這個時鐘喔 你們不要以為它的鐘壞掉了 對啊 你們也不能用禮館的概念來理想 這個是台灣的時間 但是他們一天要做五次禮拜 所以他們從那個五個時間 就把那個那一天哪一個時間一起去做 那個可以做禮拜的時間就固定在上面 所以右邊五個是不會動的 對 是不會動 當然他人去調他就會動 他每天有人去調耶 因為他們做禮拜如果說嚴格的規定 還是要按照那個太陽的時間來算 所以每一天不一樣 你從那個夏至白天最長 太陽最早上山到那個冬至 然後你看所以這個肯定是夏天 你看4點20幾分 所以信伊斯蘭教你都不能睡得太晚 當然台灣可能因為沒有 如果你到一個穆斯林國家去 你就會聽到說到處都在叫人做禮拜的聲音 他們國家就會統一規定 然後每一個清真寺就會用廣播 然後那個禮拜的時間一到 就開始廣播叫大家去做禮拜 然後我想你們這麼近 應該沒有聽過台灣這兩個清真寺 用這樣來叫人家做禮拜 在台灣就不可能 會被控那個老外鄰居安寧 可是在穆斯林國家 他國家的國教就是以色安教 他就會規定這樣子 會被控制住 不可能會被控制住 少了 他國家的國教博 他國家的國教博 地方要放到 popping 自己宿舍 我要代表中國的國教博 那邊也要不要人家 我代表中國的國教博 寧願 在京白 curl 晨禮 晨禮 也就是從最早上到最晚上 這個是什麼 晨禮就是太陽還沒有上山之前就要完成 真的是很能掌握 你太陽一上山 一開始從那個地平線升起 做就是不算 就已經不算是很嚴謹的做第一次禮拜 然後晨禮就是正中午 中午過了之後 做 然後這個祖禮就是這個太陽還沒有下山 應該說太陽開始下山 然後天還沒有完全那個暗的時候做的 然後婚禮就是這個太陽下山 然後天還沒有完全暗掉 還有彩霞的那個時候做 所以第三次跟第四次蠻近的 那個時間蠻近的 然後最後就是整個天黑了以後 睡覺之前做消禮 所以他們很嚴格遵守這個規定 所以有時候上班時間放下工作 然後就會去做禮拜 因為中間至少有第三 第四次可能都會不碰到 第四次也許不會碰到上班時間 第三次一定會碰到 然後祖麻樂就是禮拜五下午去做那個像基督祖上教的一樣 我去做集體禮拜 然後他也是把時間定住 然後他們做禮拜之前 就要先做那個所謂小禁 就是洗臉 洗手跟洗腳 也是身體的三個會碰到在外面 會弄髒的部位 因為他們做禮拜之前一定要 身體心靈都要乾淨 所以每個清真室都會有這樣的一個設施 可以讓他們去那個洗手 洗腳 洗臉 而且規定好 就是一定要先從那個臉開始洗 不能夠先從最髒的開始洗 然後洗到最乾淨的 然後人如果以不乾淨的身體去做禮拜 你就洩獨了 真獨安藏 這個是教掌 好像在幫大家解釋說這個是做什麼 這個是我在台北清真寺拍的 我不知道 那一個文化清真寺它比較沒落了 好像聽說現在變成是印裡外勞的禮拜的場所 這個就是那個辛亥錄的那一間 很近沒有空 你可以看 然後中立龍鋼第三間清真寺在中立的龍鋼 然後台中第四間清真寺 然後台南這個就是唯一的一個沒有一個清真寺建築 就是在那個公寓的大樓 大樓裡面 然後高雄清真寺 然後他們男女的婚姻開就是 最大的兩個就是台北跟高雄 他們都是把女生就是在另外一個包廂 算是包廂 等於是說我們二樓上面就要我們在看那個 也就是說這個藍杆外面看下去就是剛剛那個照片的那個大廳 大店 然後女生就在那個二樓 上二樓 然後在這個 這一邊獨立的一個空間做禮拜 因為他們還是嚴格有男女的區域不能在一起做禮拜 有喔 才是我們一樣的 好吧 那我們就台那個剛才 那我們來談近代跟現代的這個問題 同樣的這個跟我們中亞的民主一樣 受到西方殖民主義的侵略之後 都會想要復興 都會想要找出一套改革的道路 那怎麼樣達到這個 這個對抗西方殖民主義 國家的這個民主的復強跟復興 那這裡面有 我這邊歸納出三種不同的做法 那這三種做法 當好是在判定就是說 這一種改革的路線 他到底是認為 我們國家要互強是要更加強調宗教還是要放棄宗教 而這一個來做一個區域 如果第一種世俗民主主義就是 他認為伊斯蘭的整個文明 以宗教為核心的伊斯蘭文明已經沒落了 然後這個文明沒落的原因就是因為 我們太信宗教 太迷信了 所以我們應該要放棄宗教 然後學習西方文明的這種 這些戶國牆壁 還有經濟科技跟這個教育 然後讓國家現代化 然後去宗教化 然後這一派叫做世俗的民主主義的一個改革路線 那主要就是像富爾吉這樣的一個國下 他在一次戰後就全盤的西化 原來就是大部分中世紀所有信仰伊斯蘭的民主 即使他不是阿拉伯 不是阿拉伯民主 不是用阿拉伯語 只是他都會用阿拉伯字母去拼寫自己的那一個方言 然後來學習古蘭經 所以我們各個像那個古代的波斯文或是土耳其文 都是用阿拉伯字母拼的 還有包括那個馬來文 還有其他印度有一種孤獨也是用阿拉伯字母拼的 這是不是有點像我們當時用這個 都是用這個拉丁字母在拼各個民主的方言 然後去研讀聖經的樣子 就像是這樣 所以也都是用拉丁字母拼的嘛 羅馬拼你們叫羅馬拼音嘛 那他們都是用阿拉伯字去拼的 那像土耳其就為了全盤的西化他就改掉 他就用這個也是用羅馬拼 用西方的這種字母 然後不再用阿拉伯 然後那個傳統的獨裝啊 還有整個神職人員的地位都這個方式 所以我把這個路線就叫做體用皆西化 體用都學習西方的這個廠 那個現代文明 然後放棄傳統的伊斯蘭文明 那第二種路線就是認為 西方的文明 西方的科技 西方的這些制度可以學習 是伊斯蘭的本質不能改變 所以這個就有點像那時候中國在清末民初的時候 中學為體 西學為用 而是醫學為體 西學為用 那這一派叫做伊斯蘭現代主義派 可是不管是你全盤的西化 或者說伊血為體 西學為用 最後你都還是沒有辦法 抵擋這個西方的這種 自民主義跟新自民主義的去別 國家還是一樣沒有辦法槍擊 所以就出現了第三種路線 就是今天可以說佔比較主導的 主流的思想 就是回歸到更傳統的伊斯蘭文明 因為原來伊斯蘭文明的沒落 是因為我們沒有回歸到比較原始 比較純淨的伊斯蘭的信仰 我們沒有以信仰捕固我們的這個 文明的這個發展的味道 我們要伊斯蘭來規劃我們文明的這個發展的步步 然後西方文明是墮落的 不應該學習 所以這一派就是所謂的新傳統主義 但是我們媒體或是一些西方的這個學者 喜歡就把這一派的說法跟基督教的所謂的基要主義 認為讓它很像 一切都是要回歸到原始的效率 所以認為這是伊斯蘭的原教旨或是基要主義 那當然就後來就在這樣的一個 鞏固伊斯蘭信仰跟強烈的對抗西方文明之下 整個的二次大戰以後 那個中東的這個衝突就受到這些 他宗教政治化的一個因素的影響 從這個以阿戰爭一直到1970年代的一個 中東的局勢的一個改變 然後剛剛前面提到的這個 新傳統主義路線的成功 基本上也是因為1970年代的時候的一個 中東局勢的一個鼓舞 當然這邊做一點歷史回顧 也許我們的這個那個比較 在做中生代的這個教友 年輕一輩的可能對這些國際大事大概都不熟悉 可是我們這個年紀的或是更老一輩的大概都有一些印象 1970年代就有石油危機 就是那時候的這個全世界因為石油短缺的問題 然後造成了經濟的第一次的大蕭條 然後因為中東的這些阿拉伯國家都是產油的國家 很奇怪就是那個 信伊斯蘭教的國家都產石油 當然也有 也有不是信伊斯蘭國家產石油的 可是產量可能沒那麼多 而且沒那麼集中 不是只有中東喔 我們這個像揮州的那些國家 還有包括那個那個馬來西亞文萊 這些國家都是有產業公布的石油 所以信真主安他跟那個石油的不遠有密切的關係 所以讓他們原來在那種比較沙漠比較經濟條件惡劣之下 因為挖到了這種現代的所謂黑金 所以讓他們的經濟有很快速的發展 當然他們也把它解釋為這個是一個真主安他的這個生點 當然就因此而這一種透過石油的這個 超過石油的部分 天到一輪 看得出